我們繼續來做一些計算的練習 剛才的例題是要問你最後的溫度 現在的問題是要問你說要加多少公克的冰塊 只是位置數不一樣 其他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x等於mθRd加m乘以q 現在有100度C的熱水 末溫要變成0度 那要加多少冰塊 加冰塊 你可以加更多 加更多讓冰塊沒有全溶 那就是0度吸熱冰還有0度吸熱水 但是你不然就是要剛好又全部都溶化 最低限度要加的 所以要加冰塊s 然後冰塊會吸熱 這裡就是只有溶化而已 就從0度吸熱冰變成0度吸熱水 只有溶化而已 所以就這樣做 前面是熱水的放熱 後面是冰塊的吸熱 你放更多就是冰沒有全溶 所以這是最低限度要放的 所以答案250克 所以250克 這裡 你說最低至少 至少 最低要放 跟剛才的數 跟剛才的算法 基本上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其他想法都一樣 這樣應該多少 這樣應該是多少 計算的想法跟剛才完全相同 除了數 再進去的數字不同之外 其他都是一樣 一百五 一百五 一樣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T加MXQ 那現在就是60度C的溫水 會放熱 降到0度C 然後0度C冰塊 剛剛好全部變成0度C的水 它就只有融化 沒有後 沒有其他的 MST的部分 所以就是 左邊就是60度的降溫 右邊就是冰塊的融化 MXQ MXX80 所以算出來叫做 一百五十克 一百五十克 跟剛才的立體 基本上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然後80公克的冰塊 丟到這個水中 平衡溫度25度 冰的融化熱 然後這裡假設沒有 問你冰塊原來的溫度 冰塊原來的溫度 所以顯然這個冰塊 不是0度嗎 可能是0下10度啊 20度 所以這個冰塊的過程有幾段呢 假設它是0 它假設它0下10度的話 它就會從0下1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冰 再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再從0度C的水之後 變成25度C的水 所以這個冰的過程會分了 三段 這冰的過程會分了三段 然後呢 888888 所以誰在放熱 誰是放熱的 83度C的水會放熱 誰在吸熱 冰塊在吸熱 然後冰塊吸熱過程分了三段 然後就這樣做 x等於mx-t 加上m乘以q 一段一段的算 把它加起來 就是對 就是 我們的做法 OK 這樣子應該是多少 很大咧 黃海敏 -20 -2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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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7 -8 -7 右邊第一個 它要先從T度C的就是複打 T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高溫是比較零度 低溫是T度 所以80乘0.05乘以0-T 這叫做T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再來從0度C的冰變0度C的水 所以80乘80 M乘以Q 最後它從0度C的水升到25度 又是MXXD 所以80乘以1乘以25-0 這又是我們的劣勢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這邊沒有散熱 然後就認真算 數學 就是數學問題 好好算就不會錯了 所以答案是20度 所以20度 這又是練習24的部分 這是一個要計算 剛剛還在說一次 方法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 SDRT加M乘以Q 但是有碰到融化跟氣化問題的時候 或者是凝結跟凝固問題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注意 這整個過程 它總共分了幾段 分段算 然後把它加起來 就是它真正的 分它的吸熱的方法有多少 就可以了 這又是練習24 OK嗎 OK 很好 請寫科學練習